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王温峰老师 接下来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布径电动机微布径 微布径驱动指的是利用电子控制的方式 改变机磁电流的均衡性 左图中若A向机磁电流固定 逐渐减少B向机磁电流 此时持极的合成持动式FT 角度便会向A向偏转 左图中若B向机磁电流固定 逐渐减少A向机磁电流 此时持极的合成持动式FT 角度便会向B向偏转 将布径电动机的固定布径角度 利用两项机磁电流的比例控制 可以将布径角度细分为更小的角度 可以提高解析度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运转更为精确以及顺畅 并且可增加低速转距 并且减少斜震及过月亮 两项布径电动机采用两项机磁 与采用微布径驱动的比较 如左图所示 各位同学可以从左图中看到 两项机磁的波形为蓝色的 微布径的波形为红色的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蓝色的波形 不是高态就是低态 而红色的微布径驱动 是将布径电动机的两项机磁电流 由零至最大值分为很多个位阶 机磁的时候逐渐增加某一项的电流 并且同时减低另外一项的电流 我们可以从左图中看到 当它增加A项机磁电流的同时 也在减少B霸项的机磁电流 为了使转指能够停留在 布局中间相对应的位置 而以微步转动 例如每转36步的布径电动机 它的布径角度等于 三十六分之三百六十度 等于十度 如果我们把每一步再细分为一百小步 则每一转就可分解成 三十六乘上一百等于三万六千步 这样的话解析度就可以提高到0.1度 目前微步径驱动的两项机磁电流 通常如左图所示 它是两个相差九十度的正弦波电流 在以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式 来适当调配两项机磁电流的值 就可以完成微步径驱动 如左图所示 假设A向持动式 Fa与Ia乘上sine theta 是乘正比的 假设B向持动式 Fb与ib乘上sine theta 减90度是乘正比的 如左图 A向持动式 产生的持动式 Fa为垂直方向 B向持动式 产生的持动式 Fb为水平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看 当sine theta等于0度的时候 Fa为0 Fb为-1 而Fa跟Fb的合成向量 Ft就会等于 1角180度 接下来如果 θ等于45度 Fa等于0.707 Fb等于-0.707 而Fa跟Fb合成了以后 Ft就会等于 1角135度 接下来 如果θ等于90度的时候 Fa会等于1 Fb会等于0 而Ft就会等于1角90度 而Ft就会等于1角90度 而Fb等于1 这个时候如果对Fa跟Fb做合成向量 Ft会等于1角0度 接下来θ等于225度 Fa等于-0.707 Fb为Fb为0.707 Fb为0.707 这个时候合成的向量Ft就会等于1角315度 Fb为0.707 这个时候合成的向量Ft就会等于1角315度 Fa会等于1角270度 Fa会等于-1 Fb会等于0 而Fa跟Fb所做的合成向量Ft会等于1角270度 接下来θ如果等于315度 这个时候Fa为-0.707 Fb也是-0.707 而Fa跟Fb合成的持动式Ft会等于1角225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小永远都是1的旋转磁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微步镜结论 第一个,采用两个相差90度的赛坡 作为基磁电流IA及IB 第二个,产生的合成持动式Ft 会产生任何角度大小都一样的均匀旋转磁场 可以使步镜电动机旋转得更加平顺 第三个,如果想要改变步镜电动机的转向 只需要任意反转一项的基磁电流即可 第四个,可将步镜角度变小提高解析度 本单元结束